各位同学大家好 在这个小节中我们会学习操作系统的运行机制 也就是说操作系统在计算机上是怎么运行的 这样一个问题 那这个小节中会涉及到这样的一些概念 我们会学习到两种类型的指令 然后两种处理机状态和两种程序 它们其实都是一一对应的 那具体我们会一层一层慢慢讲解 那根据去年的同学的一个反馈 很多跨考的同学认为这个小节是很难理解的 有时候会涉及到一些底层硬件的知识 那其实除了跨考的同学之外 也有不少同学所报考的学校是不考计算机组成原理这门课 所以这个小节当中我们必须要准备一些预备的知识 好让大家能够理解之后所讲解的内容 那首先我们要来解释一下 程序在计算机硬件上底层是怎么运行的 其实像我们平时用C语言代码写的那些程序 都会经过编译器进行一个编译的工作 把这个C语言代码翻译成计算机能够听得懂的二进制代码 也就是机器指令 像我们平时用C语言这种高级语言写的一条代码 经过编译翻译之后 可能会对应很多很多条机器指令 比如说我们定义了一个int型的变量x等于1 并且对x进行了加加也就是加1的操作 那么这样两行短短的代码可能经过编译之后 形成的机器指令就会对应这么多条 当然这个地方我也是随便胡乱写的 因为都是二进制数嘛 反正我们都看不懂 但是虽然我们看不懂这些二进制数 但是对于CPU对于计算机来说 这样的二进制代码才是他能够看得懂的一种语言 所以其实我们这一段程序运行的过程 其实就是CPU把这些机器指令 一条一条的执行的一个过程 而这些机器指令在背后实现的 其实就是我们用代码表示的这一小段的逻辑 只不过这种二进制的机器指令 是CPU能看懂 但是我们看不懂的 所以这个地方所提到的所谓的机器指令 其实就是让处理器 也就是CPU能够识别并且执行的 最基本的一个命令 比如说进行一个加法操作 或者进行一个复制的操作等等 那根据去年同学们的反馈 这个地方所谓的指令的概念 比较容易和另一个概念进行混淆 很多同学在以前会习惯把Linux Windows等等 这种小黑框里输入的这种什么LSCD等等 这样的命令称作为指令 但是其实这个小黑框里所用的这个命令 其实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 交互式命令接口 它和我们这个小节所讲的指令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儿指的指令是指二进制的机器指令 所以大家需要对接下来所提到的指令 进行一个区分 总之我们平时用高级语言编写的这种程序 最后执行的时候肯定是需要变成 CPU能够读得懂的 用二进制的机器指令表现的这种形式 那么这就是程序运行的一个基本原理 那在操作系统这门课当中 我们需要注意区分两种类型的程序 一种叫内核程序 一种叫应用程序 所谓的应用程序就是跑在操作系统之上的 我们平时很熟悉 很喜欢用的那些程序 比如说QQ什么微信等等等等 那像我们普通程序员写的程序 其实就是应用程序 是跑在操作系统之上的 但是还有一些人 比如说像微软苹果会有一帮人 是负责开发操作系统的 这帮人写的那些程序 就是所谓的操作系统的内核程序 那这帮人编写了很多很多的内核程序 这些内核程序最终组成了 所谓的操作系统的内核 英文叫Kernel 那这个内核就是操作系统最核心的部分 也是最接近音节的部分 我们之前提到过 操作系统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是他要作为系统资源的管理者 而操作系统对系统资源的管理工作 其实就是在内核部分来实现的 我们甚至可以说 一个操作系统只要有内核就可以了 比如说有的同学也许会接触过容器技术 比如说Docker 在Docker容器里只需要有Linux的内核 其实就可以实现Linux的所有的功能了 而我们用户平时使用的操作系统 其实它包含的不只是内核的功能 比如说图形化的用户界面 就不是放在内核当中实现的 即使没有图形化的用户界面 我们依然可以用命令行 也就是之前所提到的小黑框的那种方式 来使用操作系统 所以操作系统的内核当中 所包含的只是操作系统当中最重要 所以这样的特权指令就应该只允许我们系统的管理者 也就是操作系统内核来使用 也就是说假如这一段程序是内核程序的话 那这些指令当中可以出现特权指令 而假如说这段程序是普通的应用程序的话 那么这其中就不应该包含特权指令 而只能使用非特权的指令 比如说让CPU做加减乘除运算的一系列的指令 就是非特权的指令 我们的CPU在设计和生产的时候 就划分了哪些指令是属于特权指令 哪些指令是属于非特权指令 所以CPU在拿到一条指令的时候 其实它是可以区分出 它到底是特权指令还是非特权指令的 那么问题就出现了 CPU在执行程序的时候 它只会负责把这些指令一条一条的执行 虽然它能够分辨出哪些指令是特权指令 哪些指令是非特权指令 但是它又怎么分辨出 此时正在执行的这个指令 它到底是一个应用程序的指令 还是一个内核程序的指令呢 那接下来我们要研究的就是这个问题 为了让CPU能够区分 此时正在运行的这些指令 是属于应用程序还是内核程序 CPU会被划分成两种状态 一种叫内核态 一种叫用户态 那当CPU处于内核态的时候 说明此时CPU正在运行的是内核程序 那在这个时候是可以执行特权指令的 而如果CPU处于用户态 那么说明此时CPU正在运行的是应用程序 那此时CPU就只能执行非特权指令 那怎么区分CPU到底处于哪种状态呢 在CPU当中会有一个寄存器 也就是一个存数据的地方 叫做程序状态寄存器 英文缩写叫PSW 然后这个寄存器当中会有一个二进制位 这个二进制位为1的时候表示CPU此时是处于内核态的 而二进制为0的时候表示CPU此时处于用户态 当然也有一些CPU有可能是0表示内核态 一表示用户态 但是这个无关紧要 我们只需要知道用二进制的方式 其实就可以实现对CPU状态的一个标记 那用户态和内核态 他们还有各自的别名 用户态又可以叫木态 然后内核态又可以叫做管态 那这两个术语大家也需要注意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CPU要怎么实现这两种状态之间的切换 我们直接用一个例子让大家看一下CPU状态切换的一个过程 首先当我们开机的时候需要加载我们的操作系统 然后这个操作系统就需要进行一些初始化的工作 那系统初始化的工作 其实就是由操作系统当中的某一些内核程序来完成的 所以在开机的过程当中需要执行内核程序 因此在这个时候CPU肯定是需要处于内核态 它需要来执行系统初始化相关的这一系列的内核程序的这些指令 那么当我们开机完成之后 用户就可以启动某一些应用程序 那这个应用程序要正常运行的话 肯定需要让CPU执行它的这一系列的指令 但是我们刚才不是说CPU此时正在执行的是内核程序吗 而如果说要让它运行这个应用程序的话 怎么实现这个事情呢 那此时如果操作系统的内核 想让这个应用程序开始运行的话 那么这个内核程序就需要执行一条特权指令 这个特权指令会把PSW的标志位 从内核态转变为用户态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CPU状态的一个切换 接下来操作系统内核就会让出CPU的使用权 让这个应用程序上CPU运行 而此时CPU已经被切换为用户态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应用程序会在用户态下运行 那CPU会执行这个应用程序的一条一条的指令 那此时一个小故事发生了 假如说此时有一个猥琐的黑客 在这个应用程序当中植入了一条特权指令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呢 首先CPU在读入这条指令的时候 其实他就已经能够判断这条指令是一条特权指令了 但是CPU又检查了自己的PSW寄存器 发现自己此时是处于用户态的 这样的话CPU就能够知道 我此时正在运行的其实是应用程序 而不是内核程序 而一个的应用程序竟然他妈想要用一个特权指令 那这个事情坚决不能让他干 所以这样的一个非法事件会引起一个中断信号 当CPU检测到这个中断信号之后 他就会立即强行变态 强行变成核心态 并且CPU会拒绝执行这一条特权指令 接下来CPU会暂停执行这个应用程序 后面的这一系列的指令代码 转而会执行一个处理中断信号的内核程序 接下来CPU就在内核态下来执行这个内核程序 相应的这一系列的指令 所以其实刚才发生了这个中断信号之后 让操作系统内核又重新夺回了CPU的控制权 接下来操作系统的内核程序 会对这个中断进行相应的处理 等处理完了之后 他才会把CPU的使用权再重新还给应用程序 所以从这个故事当中 我们就可以很形象的看到 CPU从内核态切换回用户态 是执行了一条修改PSW标志位的一个特权指令来完成的 执行了这个特权指令之后 就意味着操作系统内核 要主动的让出CPU的使用权了 当CPU切换为用户态之后 就可以在CPU上运行用户程序 而CPU的状态从用户态又切换回内核态 是由中断引发的 然后由CPU硬件自动的完成这个变态的过程 并且CPU变回内核态之后 它会停止运行当前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 转而运行一个内核程序 所以说其实触发了一个中断信号 就意味着操作系统会强行重新夺回CPU的使用权 那除了非法使用特权指令之外 还会有别的很多的事件也会触发这个中断信号 一个共性是 但凡我们需要操作系统来介入开展管理工作的时候 就会触发一个中断信号 那具体有哪些中断 这个我们会在下一个小节当中进行更进一步的学习 好的 那么这个小节当中我们用一个故事来捋清了操作系统的运行机制 我们的CPU运行程序的过程 其实就是在执行一条一条机器指令的过程 而系统中存在两种程序 一种是内核程序 一种是应用程序 内核程序是整个系统的管理者 所以他需要使用到一些特权指令 并且特权指令只有内核程序可以使用 那当CPU的状态是内核态的时候 说明此时正在跑的这些指令是属于内核程序的 当CPU处于用户态的时候 说明此时它正在跑的是应用程序的指令 那由于系列的内核程序就组成了操作系统的内核 它是整个系统最核心最接近硬件的部分 那我们还强调了CPU是如何变态的 内核态到用户态的转变是用一条特权指令实现的 而用户态到内核态的转变是由中段引起的 然后由CPU硬件自动完成 那这个小节的内容都是十分重要的 很容易在选择题当中进行考察 那根据去年同学们的反馈 第一次学习的初学者 特别是一些跨考的同学 在这个部分是很容易懵逼的 所以今年也对这个讲解的方式进行了优化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不过即使我们第一次学习的时候没有完全理解 其实也没有关系 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往后学 随着之后的学习 会对这个部分的内容会有越来越深的理解 这个小节虽然说很重要 但是它一般来说也就考察一个选择题 所以分值也不会占的特别高 大家可以结合我们的教材和课后习题 来进行更进一步的巩固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这个小节的全部内容